为在加萨市镇中心的阿里阿拉伯医院遭遇空袭 造成500名巴勒斯坦人丧命 这间医院内原本几近上千名无家可归的避难百姓 暂时寄居在这里 没想到却还是遭遇攻击 哈马斯指控以色列屠杀平民犯下战争罪 以色列国防军则反控凶手式伊斯兰审战组织 国际上也纷纷谴责这起攻击 世界卫生组织 WHO更痛批任何对医疗机构的攻击都是违反国际法 在加萨封锁状态下外界处理相关讯息其实相对困难 以色列没有提供证据只说他们有情报 那么如果真如阿玛斯所说有几百人死亡 一般来说火箭弹虽然致命虽然危险 但不会一次造成这么多人死亡 但是以色列的空袭是有可能造成这样规模的死伤 究竟是谁该为这起超过五百人死伤负起责任 只能等待更多市政来证明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